那個書本上面作者邏輯是這樣的 他是先把這地方 Ctrl 向下 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的話呢 先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 Z 裡面 Z Z的第四 直接把它貼上 我把它用剪下來好了 貼過來 然後呢再來把它改成白色的 移開來 就沒有人知道了 不過選了之後就知道了 但是這個是一個秘密 秘密 沒有講應該不會知道 沒有人這麼無聊 看到了 應該沒有人這麼無聊 而且它躲在這麼邊邊 那如果你實在是不放心的話呢 沒關係啊 你在往這邊找嘛 一直往哪一個地方呢 往最盡頭 Ctrl 向右 到 IV 這個地方 這個也是可以啦 只是你可以變通一下 那我們暫時用 Z 不然的話 跑太遠 到 Z 就好了 接下來的話呢 正確答案就在 Z 的那個地方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 作答變成說 將來我要比對的話呢 就是要把它先摳到這裡 摳完之後的話 再也是要把它刪 就是出題的時候先清掉 要先把它搬過去 剛剛我看一下 就直接乾脆就放這裡就算了 它就是這個公式 所以直接我們的答案就在那個位置 將來的話就把它拿過來 所以程式部分要該怎麼改呢 第一個的話呢 在評分的時候才會用到正確答案 才會用到正確答案 所以評分的地方該怎麼修改呢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評分的部分的話呢 第一個 for i 等於 1 到 48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在比對之前呢 就要先把這個 後面這個 4 的地方有沒有 就直接它這地方把它 copy 起來 我們這個儲存格裡面的內容呢 它等於 等於什麼呢 等於 同一列的位置的話呢 是在哪一個呢 Z 的話應該是26 26個 A到 Z 那就這個